主席、本院同年大家好 本院委员陈福海等22人 建议金门第七电力完全仰赖台电提供 依离岛建设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及离岛供电营运亏损补助办法 离岛第七供电营运亏损全数由政府补助 自民国八十九年亏损额度六亿元 自九十七年之十七亿八千八百四十五万 除累计亏损额度已高达百亿元 亏损额度已逐年攀高 新定义为继 建议调整思维提供足够诱因 前额讲述在金门地区 装设风力及太阳光电等再生能源设备 以减轻电力营运亏损 并建过离岛永续经营基础 是否有那建议公结